红楼梦 第九十四回 燕海棠 贾母赏花妖 施宝玉通灵之奇获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赖大带了贾琴出来 一宿无画 静候贾政回来 但是那些女妮女到 重进原来 都喜欢得了不得 欲要到各处逛逛 明日预备进宫 不料赖大便吩咐了 看愿的婆子 并小丝看守 唯给了些饮食 却是一步不准走开 那些女孩子摸不着头脑 只得坐着等到天亮 园里各处的丫头 虽都知道 拉进女妮们来 预备宫里使欢 却也不能深知原委 到了明日早起 贾政正要下班 因堂上发下两省成功姑消策子 立刻要查核 一时不能回家 便叫人告诉贾脸说 赖大回来 你务必查问明白 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了 不必等我 贾脸奉命 先替情而喜欢 又想到 若是办得一点影都没有 又恐贾政生疑 不如回名二太太讨个逐一半去 便是不合老爷的心 我也不至甚当干系 主意定了 进内去见王夫人 臣说 昨日老爷 见了接铁生气 把秦儿和女妮女道等 都叫进府来查办 今日老爷没空问 这种不成体统的事 叫我来回太太 该怎么变怎么样 我所以来请示太太 这件事如何办理 王夫人听了 诧异道 这是怎么说 若是秦儿这么样起来 这还成咱们家的人了吗 但指这个贴脸的也可恶 这些话可是混交说得的吗 你到底问了秦儿 有这件事没有呢 假脸道 刚才也问过了 太太想 别说她干了没有 就是干了 一个人干了混账事 也肯应成吗 但指我想秦儿 也不敢行此事 知道那些女孩子 都是娘娘一时要叫的 躺货闹出事来 怎么样呢 依侦儿的主见 要问也不难 若问出来 太太怎么个办法呢 王夫人道 如今那些女孩子在哪里 假脸道 都在园里锁着呢 王夫人道 姑娘们知道 知道不知道 假脸道 大约姑娘们也都知道 是玉北宫里头的话 外头并没提起别的来 王夫人道 很是 这些东西 一刻也是留不得的 头里我原要打发 他们去来着 都是你们说留着好 如今不是弄出事来了吗 你竟叫赖大那些人带去 细细地问他的本家 有人没有 将文书查出 花上几十两银子 故知传 派个妥当人送到本队 一概连文书发还了 也落得无事 若是魏卓一两个不好 个个都压着他们还俗 那又太造孽了 若在这里发给官媒 虽然我们不要身价 他们弄去卖钱 哪里雇人的死活呢 秦儿呢 你便狠狠地说他一顿 除了祭祀喜庆 无事叫他不用到这里来 看仔细碰在老爷气头上 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并说与帐房而离 把这一项钱粮荡子削了 还打发个人到水月庵 说老爷的玉除了上坟烧纸 若有本家爷们到他那里去 不许接待 若再有一点不好风声 连老姑子一并撵出去 甲脸一一答应了 出去将王妇人的话告诉赖大 说是太太主意 叫你这么搬去 搬完了 告诉我去回太太 你快搬去吧 回来老爷来 你也按着太太的话回去 赖大听说 便道我们太太真正是个佛心 这般东西 这般东西这人送回去 既是太太好心 不得不挑个好人 秦哥竟交给二爷开发了罢 那个贴贴的奴才想法查出来 重重地收拾他才好 贾连点头说 是了 即刻将贾琴发落 赖大爷赖大 赖大也赶着 把女泥等领出 按着主意办去了 晚上贾政回家 贾连赖大回名贾政 贾政本是省市的人 听了也便撂开手了 独有那些无赖之徒 听得贾府发出二十四个女孩子出来 哪个不想 究竟那些人能够回家不能 为之着落 亦难虚拟 且说 子涓因待遇见好 园中无事 听见女泥等预备宫内使欢 不知何事 便到贾母那边打听打听 恰愈着鸳鸯下来 闲着坐下说闲话 提起女泥的事 鸳鸯诧异道 我并没有听见 回来问问二奶奶就知道了 正说着 只见富士家两个女人 过来请贾母的安 鸳鸯要陪了上去 那两个女人因贾母正睡赏教 就与鸳鸯说了一声而回去了 子涓问 这是谁家差来的 鸳鸯道 好讨人嫌 家里有了一个女孩生的好些 便献宝的似的 常常在老太太面前 夸她家姑娘 长得怎么好 心地怎么好 礼貌上又能 说话又简决 做活劲 手儿又巧 会写会算 尊长上头最孝敬的 就是带下人 也是极和平的 来了就编这么一大套 常常说给老太太听 我听着很烦 这几个老婆子真讨人嫌 我们老太太偏爱听那些个话 老太太也罢了 还有宝玉 素常见了老婆子便很厌烦的 偏见了他们家的老婆子便不厌烦 你说其不其 钱儿还来说 他们姑娘现有多少人家而来求亲 他们老爷总不肯应 心里只要和咱们这种人家做亲才肯 一回夸奖 一回奉承 把老太太的心都说活了 子娟听了一呆 便假意道 若老太太喜欢 为什么不就给宝玉钉了呢 鸳鸯正要说出缘故 听见上头说 老太太醒了 鸳鸯赶着上去 子娟只得起身出来 回到园里 一头走 一头想到 天下莫非只有一个宝玉 你也想它 我也想它 我们家的那一位 越发痴心起来了 看他的那个神情 是一定在宝玉身上的了 三番五次的病 可不是为着这个是什么 这家里金的银的还闹不清 若添了一个什么富姑娘 更了不得了 我看宝玉的心 也在我们那一位的身上 听着鸳鸯的说话 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 这不是我们姑娘 白操了心了吗 子娟本是想着黛玉 往下一想 连自己也不得主意了 不免掉下泪来 要想叫黛玉 不用瞎操心呢 又恐怕它烦恼 若是看着它这样 又可怜劲儿的 左思右想 一时烦躁起来 自己催自己道 你替人担什么用 就是林姑娘 真配了宝玉 她的那性情儿 也是难服侍的 宝玉性情虽好 又是贪多嚼不烂的 我倒劝人 不必瞎操心 我自己才是瞎操心呢 从今以后 我尽我的心服是姑娘 其余的事全不管 这么一想 心里倒觉清静 回到肖香馆来 见黛玉独自一人 坐在炕上 里从前做过的诗文词稿 抬头见子娟来 便问 你到哪里去了 子娟道 我今儿瞧了瞧姐妹们去 黛玉道 敢是找西人姐姐去吗 子娟道 我找她做什么 黛玉一想这话 怎么顺嘴说了出来 反觉不好意思 便催道 你找谁与我什么相干 倒茶去吧 子娟也心里暗笑 出来倒茶 只听见园里的一叠声乱嚷 不知何故 一面倒茶 一面叫人去打听 回来说道 怡红院里的海棠 本来伪了几颗 也没人去浇灌它 昨日宝玉走去 瞧见枝头上 好像有了孤朵儿似的 人都不信 人都不信 没有理她 忽然今日开的很好的海棠花 众人诧异都争着去看 连老太太 太太都轰动了 来瞧花呢 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园里 拜也 哭枝 这些人在那里传唤 待遇也听见了 直到老太太来 便跟了医 叫雪燕去打听 若是老太太来了 急来告诉我 雪燕去不多时 便跑来说 老太太 太太好些人都来了 请姑娘就去吧 待遇略自照了一照镜子 略了一略鬓发 便扶着子涓到怡红院来 一见老太太坐在 宝玉长卧的榻上 待遇便说道 请老太太安 退后 便见了行王二夫人 回来与李丸 盼春 西春 行秀燕彼此问了好 只有凤姐因病未来 石湘云因她叔叔调任回京 接了家去 薛宝晴跟她姐姐家去住了 李家姐妹因见园内 多事 李沈娘带了在外居住 所以待遇今日见的只有数人 大家说笑了一回 讲究这花开的古怪 家母道 这花应在三月里开的 如今虽是十一月 因节气池 还算十月 映着小阳春的天气 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 王夫人道 老太太见得多 说的是 也不为奇 行夫人道 我听见这花已经尾了一年 怎么这回不应时候而开了 必有个缘故 李丸笑道 老太太与太太说的都是 据我的糊涂想头 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 此花献来报信 探春虽不言语 心内想 此花必非好照 大凡顺者昌 逆者亡 草木之运 不时而发 必是妖孽 只不好说出来 独有待遇听说是喜事 心里触动 便高兴说道 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 三个弟兄因分了家 那荆树便哭了 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 仍旧在一处 那荆树也就融了 可知草木也随人的 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 舅舅喜欢 那棵树也就发了 贾母王夫人听了喜欢 便说 林姑娘比方得有理 很有意思 正说着 贾舍 贾正 贾桓 贾兰 都进来看花 贾舍便说 据我的主意 把他砍去 必是花妖作怪 贾正道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不用砍他 随他去救世了 贾母听见 便说 谁在这里混说 人家游喜 是好处 什么怪不怪的 若有好事 你们想去 若是不好 我一个人当去 你们不许混说 贾正听了 不敢言语 善善善地同贾舍等走了出来 那家母高兴 叫人传话到厨房里 快快预备酒席 大家赏花 叫 宝玉 环 来个人做一首诗 窒息 林姑娘的病才好 不要她费心 若高兴 给你们改改 对着 李丸道 你们都陪我喝酒 李丸答应了事 便笑对探春 笑道 都是你闹的 探春道 饶不叫我们做师 怎么我们闹的 李丸道 海棠社不是你起的吗 如今那颗海棠 也要来入社了 大家听着都笑了 一时摆上韭菜 一面喝着 彼此都要讨老太太的欢喜 大家说些兴头话 宝玉上来 珍了酒 便立成了四句诗 写出来念语 贾母听道 海棠何事 胡催腿 今日繁花 未抵开 应是北棠 增寿考 一阳悬腹 沾鲜梅 贾桓也写了来念读 草木逢春 当着牙 海棠未发 后偏差 人间奇事 知多少 冬月开花 独我嫁 贾兰公凯腾政 成与贾母 贾母命理完念读 烟鸣魅瑟 春前尾 双翼微红 雪后开 莫到此花 知识浅 心容欲作 何欢杯 贾母听致 贾母 便说 我不大懂诗 听去倒是来的好 花儿做的不好 都上来吃饭吧 宝玉看见贾母喜欢 更是兴透 音响起 晴文死的那年 海棠死的 今日海棠 富荣 我们院内 这些人自然都好 但是晴文不能像花的死而复生了 顿觉转喜为悲 忽悠想起 前日乔姐提凤姐 要把五儿补入 或此花为她而开 也未可知 却又转悲为喜 依旧说笑 贾母还坐了半天 然后扶了珍珠回去了 王夫人等跟着过来 只见平儿笑嘻嘻地迎上来说 我们奶奶知道 老太太在这里赏花 自己不得来 叫奴才来服侍老太太 太太们 还有两铁红 送给宝二爷包裹这花 当作贺礼 习人过来接了 承宇贾母看 贾母笑道 偏是凤丫头行出点事来 叫人看着又体面 又新鲜 很有趣 习人笑着相平儿道 回去替宝二爷 给二奶奶道谢 要有喜大家喜 贾母听了笑道 哎哟 我还忘了呢 凤丫头虽病着 还是她想得到 送得也巧 一面说着 众人就随着去了 平儿思雨 习人道 奶奶说 这花开得奇怪 叫你脚块红绸子挂挂 便印在喜事上去了 以后也不必只管 当作其事混说 习人点头答应 送了平儿出去 不提 且说 那日宝玉 本来穿着 异果园的皮袄 在家歇息 阴剑花开 只管出来 看一回 赏一回 叹一回 爱一回的 心中无数悲喜离合 都弄到这株花上去了 忽然听说 贾母要来 便去换了一件 狐叶剑袖 照一件 圆狐腿外挂 出来迎接贾母 匆匆穿换 未将通灵 宝玉挂上 即使后来 贾母去了 仍旧换衣 习人见 宝玉脖子上 没有挂着 便问 那块玉呢 宝玉道 才刚忙乱换衣 摘下来 放在炕桌上 我没有带 习人回看桌上 并没有玉 便向各处找寻 踪影全无 吓得习人满身冷汗 宝玉道 不用着急 少不得在屋里的 问他们就知道了 习人当作摄月等 尝起下它玩 便向摄月等笑着说道 小蹄子们 玩那到底有个玩法 把这件东西 藏在哪里了 别真弄丢了 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 摄月等都正色道 这是哪里的画 玩是玩笑是笑 这个是非同儿戏 你可别混说 你自己混了心了 想想吧 想想搁在哪里了 这惠子又混赖人了 习人见他这般光景 不像是玩画 便着急到 皇天菩萨小祖宗 到底你摆在哪里去了 宝玉道 我记得明明 放在炕桌上的 你们到底找啊 习人 摄月 邱文等 也不敢叫人知道 大家偷偷地各处搜寻 闹了大半天 毫无影响 甚至翻箱倒笼 实在没处去找 便一道方才这些人进来 不知谁捡了去了 习人说道 进来的谁不知道 这遇事性命式的东西呢 谁敢捡了去呢 你们好歹先别声张 快到个处问去 若有姐妹们 捡着下我们玩呢 你们给她磕头 要了回来 若是小丫头偷了去 问出来也不回上头 不论把什么送给她 换了出来都使得的 这可不是小事 真要丢了这个 比丢了宝二爷的还厉害呢 摄月秋文刚要往外走 习人又赶出来嘱咐道 投力在这里吃饭的道先别问去 找不成再惹出些风波来 更不好了 摄月等一言分头 各处追问 人人不小 各个惊疑 摄月等回来 巨目瞪口呆 面面相亏 宝玉也下症了 习人急得只是干枯 找是没处找 回又不敢回 怡红院里的人 吓得各个像木雕泥塑一般 大家正在发呆 只见各处知道的都来了 探春教把园门关上 先命个老婆子 带着两个丫头 再往各处去寻去 一面又叫告诉众人 若谁找出来 重重的赏音 大家头宗要脱干系 两宗听见重赏 不顾命的混找了一遍 甚至于茅寺里都找到 谁知那块玉 竟像绣花枝儿一般 找了一天 总无影响 理完极了 说 这件事不是完的 我要说句无礼的话了 众人道 什么呢 理完道 事情到了这里 也顾不得了 现在园里除了宝玉 都是女人 要求各位姐姐 妹妹 姑娘都要叫跟来的丫头脱了衣服 大家搜一搜 若没有 再叫丫头们去搜那些老婆子病粗食的丫头 大家说道 这话也说得有理 现在人多手乱 鱼龙混杂 倒是这么一来 你们也喜喜清 探春独步言语 那些丫头们也都愿意洗净自己 先是平儿起 平儿说道 打我先搜起 于是个人自己解怀 理完一气混搜 探春撑着理完道 大嫂子 你也学那起不成材料的样子来了 那个人既偷了去 还肯藏在身上 况且这件东西在家里是宝 到了外头 不知道的是废物 偷它做什么 我想来 必是有人使醋下 众人听说 幼剑环不在这里 昨儿是他满屋里乱跑 都移到他身上 只是不肯说出来 探春幼道 使醋侠的只有环 你们叫个人去 悄悄地叫了他来 被地里哄着他 叫他拿出来 然后吓着他 叫他不要声张 这就完了 大家点头称是 李丸便向平儿道 这件事还是得你去才弄得明白 平儿答应 就赶着去了 不多时 同了花儿来了 众人假意装出没事的样子 叫人沏了碗茶 搁在李间屋里 众人故意搭讪走开 原叫平儿哄他 平儿便笑着向花儿道 你二哥哥的玉丢了 你瞧见了没有 贾桓便急得紫障了脸 瞪着眼说道 人家丢了东西 你怎么又叫我来查问 疑我 我是犯过案的贼吗 平儿见这样子 倒不敢再问 便又陪笑道 不是这么说 怕三爷要拿了去下他们 所以白问问瞧见了没有 好叫他们找 贾桓道 他的玉在他身上 看见不看见该问他 怎么问我 捧着他的人多着脸 得了什么不来问我 丢了东西就来问我 说着 起身就走 众人不好拦他 这里宝玉到极了 说道 都是这老十字闹事 我也不要他了 你们也不用闹了 花儿一去 必是嚷得满院里都知道了 这可不是闹事了吗 习人等急得又哭道 小祖宗 你看这玉丢了没要紧 若是上都知道了 我们这些人 就要粉身碎骨了 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 众人更加伤感 明知此事掩饰不来 只得要商议定了话 回来好回贾母猪人 宝玉道 你们竟也不用商议 硬说我砸了就完了 平儿道 我的爷好轻巧话 上都要问为什么砸的呢 他们也是个死啊 倘货要起砸破的茶而来 那又怎么样呢 宝玉道 不然便说我前日出门丢了 众人一想 这句话倒还混得过去 但是这两天又没上学 又没往别处去 宝玉道 怎么没有 大前还到南安王府里听戏去了呢 便说那日丢的 盘春道 那也不妥 既是钱而丢的 为什么当日不来回 众人正在胡思乱想 要装点撒谎 只听得赵姨娘的生儿 哭着喊着走来说 你们丢了东西自己不找 怎么叫人背地里口纹环 我把环带了来 索性交给你们这一起附上水的 该杀该寡 随你们吧 说着将环一推说 你是个贼 快快的招吧 气得环也哭喊起来 李丸正要劝解 丫头来说 太太来了 习人等此时无地可容 宝玉等赶忙出来迎接 赵姨娘暂且也不敢作声 跟了出来 王夫人见众人都有惊慌之色 才信方才听见的话 便道 那块玉真丢了吗 众人都不敢作声 王夫人走进屋里坐下 便叫习人 慌得习人连忙跪下 含泪要病 王夫人道 你起来 快快叫人细细找去 一忙乱到不好了 习人哽咽难言 宝玉声孔习人真告诉出来 便说道 太太 这是不与习人相干 是我前日到南安王府那里 听戏在路上丢了 王夫人道 为什么那日不找 宝玉道 我怕他们知道 没有告诉他们 我叫贝鸣等 在外头各处找过的 王夫人道 胡说 如今脱换衣服 不是席人他们服饰的吗 大凡个儿出门回来 手巾荷包短了 还要问个明白 何况这块玉不见了 便不问的吗 宝玉无言可答 赵姨娘听见便得意了 忙接过口道 外头丢了东西 也赖花 话未说完 被王夫人喝道 这里说这个 你且说那些没要紧的话 赵姨娘便不敢言语了 还是李丸探春 从实地告诉了王夫人一遍 王夫人也急得泪如雨下 索性要回明甲母 去问行夫人那边 跟来的这些人去 凤姐病中也听见宝玉失欲 知道王夫人过来 料躲不住 便扶了疯儿来到园里 正知王夫人起身要走 凤姐娇怯怯地说 请太太安 宝玉等过来 问了凤姐好 王夫人因说道 你也听见了吗 这可不是歧视吗 刚才眼错不见就丢了 再找不着 你去想想 打从老太太那边丫头 岂置你们平 谁的手不稳 谁的心促下 我要回了老太太 认真的查出来才好 不然是断了宝玉的命根子了 凤姐回道 咱们家人多手杂 自古说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哪里保得住谁是好的 但是一吵嚷 已经都知道了 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来 明知是死无葬身之地 她着了急 反要毁坏了灭口 那时可怎么处呢 据我的糊涂想头 只说宝玉本不爱她 掉丢了 也没有什么要解 只要大家严密些 别叫老太太老爷知道 这么说了 暗暗地派人去各处查访 哄骗出来 那时欲也可得 罪名也好定 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 王夫人迟了半日 才说道 你这话虽也有理 但只是老爷跟前 怎么瞒得过呢 便叫环过来道 你二哥哥的玉丢了 白问了你一句 怎么你就乱嚷 若是嚷破了 人家把那个毁坏了 我看你活得活不得 甲环吓得哭道 我再不敢嚷了 赵姨娘听了 哪里还敢言语 王夫人便吩咐众人道 想来自然有没 找到的地方 好端端地在家里的 还怕她飞到哪里去不成 只是不许声张 线袭人三天内给我找出来 要是三天找不着 只怕也瞒不住 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 说着便叫凤姐儿 跟道行夫人那边商议采集 不提 这里李丸等纷纷议论 便传唤看园子的一干人来 叫把园门锁上 快传林之孝家的来 悄悄地告诉了她 叫她吩咐前后门上 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人从里头可以走动 要出时一概不许放出 只说里头丢了东西 待这件东西有了着落 然后放人出来 林之孝家的答应了事 因说 前儿奴在家里也丢了一件不要紧的东西 林之孝必要明白 上街去找了一个册字的那人叫做什么刘铁嘴 册了一个字 说得很明白 回来依旧一找便找着了 席人听见便殃及林家的道 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 那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 行秀燕道 若说那外头侧次打挂的 是不中用的 我在南边闻庙宇能伏击 何不烦她问一问 况且我听见说 这块玉原有仙机 想来问得出来 众人都诧异道 咱们常见的 从没有听她说起 摄月便盲问秀燕道 想来别人求她是不肯的 好姑娘 我给姑娘磕个头 求姑娘就去 若问出来了 我一辈子总不忘你的恩 说着 赶忙就要磕下头去 秀燕连忙拦住 黛玉等 也都怂恿着秀燕素往龙翠安去 一面林之孝家的进来说道 姑娘们大喜 林之孝册了字回来说 这玉是丢不了的 将来横竖有人送还来的 众人听了 也都半信半疑 唯有习人摄月喜欢的了不得 探春便问 册的是什么字 林之孝家的道 她的话多 奴才也学不上来 记得是粘了个赏人东西的赏字 那刘铁嘴也不问 便说 丢了东西不是 李丸道 这就算好 林之孝家的道 她还说 赏字上头一个小字 底下一个口字 这件东西很可嘴里放得 必是个珠子宝石 众人听了 夸赞道 真是神仙 往下怎么说 林之孝家的道 她说底下被字 拆开不成一个贱字 可不是不贱了 阴上头拆了当字 叫快到当铺里找去 赏字加一人字 可不是长字 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 有了人便熟了来 可不是偿还了吗 众人道 既这么着就先往左近找起 横竖几个当铺都找遍了 少不得就有了 咱们有了东西 再问人就容易了 李丸道 只要东西 哪怕不问人都使得 林嫂子 凡你就把策字的话 快去告诉二奶奶 回了太太 先叫太太放心 就叫二奶奶 快派人查去 林嫂子答应了便走 众人略安了一点神 呆呆地等绣烟回来 正呆等 只见跟宝玉的贝鸣 在门外招手 叫小丫头子快出来 那小丫头赶忙地出去了 贝鸣便说道 你快进去告诉我们 二爷和里头太太奶奶 姑娘们天大喜事 那小丫头子道 你快说吧 怎么这么累赘 贝鸣笑着拍手道 我告诉姑娘 姑娘进去回了 咱们两个人都得赏钱呢 你打量什么 宝二爷的那块玉啊 我得了准信来了 为之如何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九十四回 燕海堂 贾母赏花妖 施宝玉 通灵之奇货 幽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